現在是5月3號 米蘭的早上11點左右 這裡是中央火車站 米蘭的中央火車站 想到了從火車站開始出發要去哪裡呢 這個就好像有點我的初專輯的心情 出一張專輯 這張專輯要走去哪裡 要讓什麼人聽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歌可以國際化 我只想過了 最本土的就是國際 所以我希望將我們的本土的歌聲 本土的文化 讓全世界都聽到 這個夢想有點大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出發從車站 我們進去看看 真的裡面很漂亮 然後呢 這所有的四周圍的建築呢 都非常非常的藝術 對不對 他們都保持得非常好 五月十六號 十六號 五月十六號 專輯就發行了 所以我們從車站出發 走遍世界 看到了很多的故事 就在這些邊邊角角 暗角的眾生 不管是在想本事的 不管是睡在路頭 都有人人性的故事 每一個國家都一樣 世界都一樣 所以 不管我們站在哪裡的土地 都有辛苦的人 站在哪裡的土地 只有有感情的我 所以我 永遠都會溜透 很大吧 所以呢 我最想講的話就是 我現在的車站 過車頭開始 因為火車對我來說 有很深的記憶 我人生的車站 我的車站 是從你們開始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現在已經經過三十年了 這三十年來 我的車站走到哪裡 你們都支持我到哪裡 這是我最大最大的福氣 今天 因為我帶你們到米蘭 然後 這趟的旅程 我們一起上車 我不曉得 還能走幾年 但最起碼這個三十年 你們如果聽我的歌大聲的 你現在可能是沒生章 你如果看我唱歌大聲的 你現在也苦順了 我都恭喜你們 這是我們喜慶的開始 美麗一出戲 謝謝你們 愛你們喔